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姚 蛇摩扎粉專剛剛發文了 對不起近日我們造成了不少狀況 當中有講到椰狐迪爾戰利級的評分標準 那也有提到八粒要綁定拉普拉斯才有必言兩秒的隊伍技 那官方說了我們虛負上全責 為此我們會為召喚師送上十五粒魔法石 欸十五粒看起來感覺蠻多的對不對 不過嘎明老師在下面留言就提到 這十五粒魔法石難道是傳說中的召喚師閉嘴 好啦不過既然官方出來說明了 我們就稍微多一點同理心去看待吧 雖然我覺得這個說明真的來的太晚了 戰利級都結束了 八粒這邊的修改是改成說不用綁拉普拉斯 就有必言兩秒的隊伍技 這個我是覺得還ok啦 八粒現在還正在開放抽卡中嘛 這個就算是比較有及時處理到了 好啦總之我知道今年大家對神魔之塔的看法都很不樂觀 那這個貼文出來之後也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滅火 大家有什麼看法都歡迎下方留言 我自己是覺得除了觀望之外就是觀望了啦好不好 好啦就大概跟大家聊這些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大家掰掰